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补助了七千一百万 也强调这个金额不是最高的 但是王宏威就发现 文化部补助确实不是最高的 但是是第二高 而国发基金也投资了有四千一百七十万 两个政府单位的投资加起来 已经有一点三亿元的纳税钱 超过总制作费用的四成 所以就有人质疑了 难道是民进党要直接从国库搬钱 来帮他们打认知作战吗 蔡委員怎么看 如果有好的体材 有一些天才制作人 导演 演员 然后为了台湾发展电影事业 来补助 其实是好事 可是我们今天 这个零日攻击这个电影 是全台湾数一数二 非常有钱的 在潮兴城投资来拍的 潮兴城爱投资吗 还政府补助吗 你太敲不及他了吧 这点钱两亿四千万 两亿六千万拿不出来啊 他不是要拿出六亿吗 要做国防经费吗 六亿可以拍两部啊 可以拍两部以上啊 结果我们政府说 不用不用你不够有钱 我跟你出四成 总共出了多少 一亿三 一半 不是 出了整整一半 而不是四成 因为国发基金也出了嘛 那我不得不说 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动作 政治动作 潮兴城搞不好是挂名而已 那就回归来 史诗集了 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因为大陆拍了一部电影 叫澎湖海战 他讲的是1683年 康熙皇帝派施郎 进攻台湾 在台湾海峡 打了有名的澎湖海战 结果当时的郑成功的 孙子郑克爽输了 就举白旗投降 因为郑克爽 人民爱物 不让台湾岛上的民众 生灵涂炭 他拒绝打城镇作战 所以因此 这个重新恢复平静 台湾也进入新的时代 在清朝时期 开始快速的开墾跟发展 那大部分的本省人 就是因为那一场澎湖海战 这个四郎打赢了 所以才大举从大陆来了 之前来的这个本省人很少 我们少数的地方 大部分你们这些都是后面才来的 后面才来 就是因为有私人你们才来得了 没有私人你们来不了 包括民进党都是私人 打赢这澎湖海战 那才来的 要不要点名 赖清德 谢长廷 苏贞昌 同都是李秀莲 没有一个例外的 那回过头来 零日攻击 剧情就荒诞不惊 他是把什么 把这个解放军当白幕 把自己当聪明人 这个跟实际状况好像应该颠倒过来才对 怎么说呢 他的剧情一开始说 解放军为了攻打台湾 就先假装有一个运巴 这个反潜机 在台湾的东南海域失重 然后为了搜寻这个反潜机 就封锁台湾海峡 我听得愣住 这是什么军事常识啊 这不用军事专家 当过上尉都知道 这个剧情万变得太掰了吧 解放军要封锁台湾海峡 要去搞这个吗 你以为解放军是日本军队 哎呦 两个日本兵不见啊 是不是 我开始打七七事变是吧 无聊嘛 你以为解放军要用运巴 这个反潜机吗 你看那师教授被嘲笑 对不对 第二个他说一封锁的话 台湾股市狂跌啊 什么会狂跌啊 这个等等 台湾乱成一团 那民进党就变成英雄出来 我挺住啊 我这个要开始什么 整顿内部啊 加强国防啊 我有点心啊 那也到第七天 还没开始发生战争 他说七天前 就是解放军会给我们 有七天的准备时间 睡着了是吧 解放军啊 要怎么笑死人啊 这不叫滷肉嚼 其实打太烂了吧 这个曹县城他们连承认说 我今天是因为宣布台独 所以老共才打来都不敢 很难讲 他有实力 根本在你毫无知道状况 底下已经有空中的感觉